通常我們人體的黑色素細胞 它就在肌底膜的正上方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想見 如果肌底膜破掉 就像我現在踩的地板破了個洞 這樣的狀況其實就特別容易造成 所謂的XX的狀況 大家好 我是傅正岩皮膚專科診所院長 陳建民醫師 今天很開心能夠跟大家分享 肝斑的治療 矽骨電波 像我們可以知道這個圖 這個叫做表皮層 這個叫做肌底膜 這個叫做真皮層 我們簡而言之 它其實就是分隔表皮層 跟真皮層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板 通常我們人體的黑色素細胞 它就在肌底膜的正上方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想見 如果肌底膜破掉 就像我現在踩的地板破了個洞 假設我是黑色素細胞 我們的地板如果破掉了 第一個 我丟出來的黑色素 它就不會再像正常的狀況 是往表皮方向去蔓延 它反而會往我們的真皮層掉 更有甚者 連我是個色素細胞本身 都會跟著掉到真皮層 這樣的狀況 其實就特別容易造成 所謂的反黑的狀況 大家都應該有經歷過這樣的狀況 比如說你在使用的時候 你在施打的時候 你會覺得 有打有效 有差有效 可是一旦這些治療開始停緩了 會發現 怎麼色素又要這樣反彈回來 這是早期治療的通病 肝斑難治療的原因 其實最主要是在於說 肝斑的誠意 比我們想像中複雜 譬如說你的表皮層 它的一個代謝 我們的黑色素細胞的 過度的活躍 基底膜的不完整 甚至在譬如說 基底膜下方的一個淺層 真皮層的 過度的發炎反應 以及細胞的老化 在在的其實都會造成 乾斑變嚴重 所以其實我們以前 雷射是怎麼樣 單純的針對 過多產生的這個黑色素 去做破壞的動作 可是卻忽略了 光熱能的一個反應 會讓色素細胞 以及它這裡面已經被破壞的東西 更加的雪上加霜 細骨電波它其實是一種 比較新型的微增電波 早就在10年前 就有所謂微增電波的概念 那時候其實曾經也有人 拿它來治療乾斑 那以前的微增電波概念很簡單 你加熱的時間夠長 你可以直接針對我們的表皮 真皮層 產生所謂的熱刺激 之後產生膠原蛋白 可是因為以前沒有 脈衝性電流的概念 所以微增電波 它打下去之後 其實造成蠻多很可怕的反黑 所以其實現在新一代的這個 氣骨它的概念 脈衝性電流 它能夠改善的是 第一個 修復基底膜 第二個 可以透過這個脈衝性電流 去抑制像是黑色素細胞的活性 以及掉到真皮層的黑色素 它可以增加它的代謝率 第三個 包括基底膜的修復之外 還有少數的人 其實它會有血管擴張的問題 如果有血管性的肝斑 不去抑制血管的活性 通常肝斑也會比較難控制 那當然還有就是老化的 真皮層的細胞 特別像是纖維母細胞 打矽骨也都可以讓這個老化的狀況 得到蠻不錯的改善 以上就是矽骨電波主要拿來控制 甚至是改善肝斑的最主要作用 通常我覺得矽骨電波是適合 所有膚質族群的人 那不管你是原生 從來沒有打過任何的雷射 卻有肝斑 亦或者是已經打過雷射 發現怎麼打怎麼黑 越打越捏越打越糟的狀況下 都是非常適合矽骨電波的一個患者 一般我會先抓大概三到六次 當作一個基準 但是問題就在說 肝斑的成因太過的複雜 甚至你從早上出去跑個馬拉松散個步 你受到過量的紫外線 都有可能讓肝斑的這個黑色素脂胞活躍起來 所以一般我會建議 你要採取這樣的治療 它速度一定是比較慢 不像以前傳統雷射 你打完可能兩個禮拜就覺得 喔 好乾淨喔 矽骨電波它是需要時間來重新改善 這裡面的所有的結構 如果你要採取矽骨電波 請你一定要非常有耐心 而且要跟幫你治療的醫師 或者是在這個診所段服務人員 要產生非常好的一個連結 有任何的問題 其實隨時向我們反映 這個才是會達到雙贏的政策喔 矽骨電波其實可以搭配其他療程一起進行 通常我們會把矽骨電波定調在養膚 除了在這個膚質的改善 還有就是斑點的自然蛋化之外 你還有一些像細紋啊 毛孔啊 一些淺斑 曬斑 甚至是譬如說拉提緊實 所以你可不可以搭配像是電波、陰波呢 其實是可以的 第三個 通常如果我們在治療肝斑的患者 我不會單純以矽骨 還會再搭配譬如說像是傳銀酸 你如果允許的話 甚至可以搭配一些傳銀酸的乳膏啊 或者是一些像是A酸、A醇的乳膏 一起來使用 所以我覺得矽骨電波其實是可以搭配其他的治療 這次絕對沒有問題 最後小提醒大家 不管你在哪一間診所做治療 一定要確定醫生的專業度 第二個就是所謂的醫生員 那如果他能夠用比較精細的方式 來追蹤你個人化、客製化的治療 我覺得這個才是能夠達到雙瑜的治療局面哦 一直在這裡去做一些壞表情 那就這樣 很可愛 真的很可愛哦 好 你也是一個醫生 你也是一個 天空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別忘記喜歡、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哦 我只要是在這裡 我沒有人沒有了 注意... 是 小鈴鐺 你求到我